Facebook是知道我们的年龄 我们几十生了 我们住哪里 Ever that,我们工作在哪里 Facebook都有数据 记录着我们的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能用一点点的钱 去跟Facebook拿这些资料 来打广告给这一群人 你觉得值不值得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IT Studio 我是杰森 今天我们来谈谈Facebook Pixel 什么是Facebook Pixel呢? 它其实就是一组代码 然后我们把它装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就能够去追踪 曾经去过我们网站的用户 怎么说呢? 假设你在经营这一间餐馆 每天花钱请人帮你派传单 但是你又能否知道 这些传单能为你带来多少新的顾客 又或者多少人因为拿了你的传单后 去你的餐馆消费呢? 这种传统式派传单的方法 不但让你花费了薪水 还有印刷费、设计费、时间呢? 而它却无法为你提供任何的数据 又有多少人拿了你的传单后 一眼没看就直接丢进垃圾桶呢? 这些问题,Facebook Pixel都会帮你解决到晚 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影片的话 我们是一个知识型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平面设计、网络营销的一些策略及技巧 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Facebook Pixel的三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 Facebook Pixel能够为你的网站提供一些数据来进行分析 例如用户年龄、性别、地区 或者这个用户曾经到你的网站 按过哪一个button 去过哪一个page等等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到Facebook Pixel的后台去查看 我带大家来看看Facebook Analytics是长什么样子的 Facebook Analytics就是长这么样子的 然后你看有一些图表 然后有一些时间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chart so,在Facebook Analytics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资料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在90天有多少个用户 新的用户进入我们的网站 就92天有985个用户进入我们的网站 然后他们他们 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的回流量是有多少%? 就大概3% 然后停留多久 就大概2秒多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在24小时内 有多少个unique user进入我们的网站 unique user就是 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能是透过你的广告啊 透过一些phone啊 然后进入我们的网站 我们叫做unique user 然后他里面也可以看到 在一个月内 在第一个一个月内他们有多少个 user 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一天大概平均多少个 user 进入这个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也可以懂 traffic source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 traffic source是可以让我们懂我们的 google seo到底做的怎么样 好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search engine search engine就是这个用户是透过google 他们找某一样产品 然后找到你的网站而点击进入了 这个叫search engine就是organized search 就是你没有打广告他们 他们只是靠seo的keyword来找到你的网站 所以这个蛮重要 就就你可以省下 如果你的seo做的好 你的organized search 会帮你找到你的精准的用户 然后direct就是说 你可能他可能直接key in你的网站 他懂你的网站 直接key in你的网站 而进入你的网站 referrer就是referrer跟social media 是大概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们可能是透过facebook third party的一些platform facebook whatsapp 一些link进入你的网站的 我们叫referrer或者是social network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location 我们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马来西亚的用户会比较多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才前面的那个new user 然后这个时间性蛮重要的 因为时间性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个时间段用户流浪我们的网站比较多 好像我们可以看到 哎凌晨12点到1点或者是6点到8点 这个时间段的就是大概旁晚到我凌晨晚上的时间 我们的这个网站的用户流浪我们的网站比较多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当我们打广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专门针对这个时间时间阶段 来打广告 可能现在早上或者是8点到4-5点的时候可能在工作 他们就没有 没有人有兴趣就是浏览这个网站然后去买单 因为这个网站是做一个是一个怎么说就是 home appliance就是电器店的一个卖风扇啊卖灯泡啊的一个网站 然后bounce stack bounce rate也是蛮重要bounce rate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用户进入了你的网站 他离开的几率有多大 就bounce rate 所以bounce rate 越低的巴仙率是越好了 22%的意思就是说当有100个顾客进入你的网站 有22个顾客会离开 所以当然bounce rate是越低越好就是代表人家 离开你的网站的几率就越低 所以22%算ok啦比较30% 然后top web page 就是说呃你可以知道那些用户对你网站的哪一 哪一个page哪一面比较有兴趣 哦他可能就是哎他可能我们ok 你看一个stread一个stread的就是你的home page咯 然后对于什么产品好像呃 dk10-break这个产品比较有兴趣 然后或者是呃ventilation fan比较有兴趣 哦然后你这边也是看到因为他是卖电器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男性的的流浪量会比女性来的高 51%51.3%是男性25.4%是女性 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年龄层 就在25-34岁有29%的人 呃是属于这个年龄层 然后35-44岁有24% 所以当我们做后期的remarketing 就是打广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这两个群组的人 25-34跟35-44的年龄层的人来打广告 然后可能我们专攻男性 哦属于马来西亚 嗯这个就是大概一些呃 facebook analytics可以给我们懂的资料 第二个功能 retarketing在行销策略 因为facebook pizza 让我们知道谁曾经来过我们的网站 点击过哪一个按钮 谁加入过购物车 但是还没有给钱 因此我们就能够针对这一群人 来做retarketing purpose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 呃 24小时 discount washer 给他们 鼓励他们 尽快在24小时内付钱 试想想 你曾经有没有试过 按了一个衣服的 产品或是广告后 它会在你的facebook页面 过了一天两天三天 联系不断的出现在你的facebook 这个就是因为 那个商家已经做了retarketing的广告 来追踪你 更厉害的是 facebook pizza 会记录着 你哪一些顾客 是因为你的这个retarketing的广告 而买单 所以所有经营店商的朋友们 facebook pizza 是你们必须install的一个工具 第三个功能 我们可以用facebook的大数据 facebook的database 来做conversion的广告 还记得上一个影片 我们谈到facebook 那十多个campaign objective 好像traffic ad engagement等等 没有看过我们的 之前的影片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点击上方 我们有一个link 你们可以去再复习一下 试想想 现在的这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有facebook account 所以哦 facebook是知道我们的年龄 我们几次生了 我们住哪里 even that我们工作在哪里 facebook都有数据 记录着我们的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能用一点点的钱 去跟facebook拿这些资料 来打广告给这一群人 你觉得值不值得 这个就是conversion的purpose 我们可以用最便宜的价钱 来利用facebook的大数据 推广告给我们的google 好的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 订阅及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